日骑车的拥顿们又要破防了 过去我们引入特斯拉当年鱼 而现在日本引入比亚迪来扮演这个角色 今天比亚迪正式进军日本乘用车市场 之前说比亚迪的纯电大巴在日本有70%的市占率 很多人就不服 说你有本事卖乘用车啊 卖双用车算什么本事 好 这下就满足你们 这下可真的是要来了 比亚迪于2020年的7月4日成立了比亚迪汽车日本有限公司 总部设载了省奈川线的横滨市 作为100%控股的子公司 在日本销售乘用车以及相关的服务 首批车型为三款一平台3.0的车子 分别是海豚 圆普拉斯和海豹 正式的上市之间全部锁定在来2023年 其中海豚将于明年的1月份上市 圆普拉斯和海豹分别为明年的年终和下旬上市 目前的价格暂时不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特斯拉简单来推算一下 Model 3在日本本土的售价为479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6.39万元 如果你再把当地的补贴扣掉售价大概是23.64万元 甚至要比咱们国内还要便宜不少 以目前这个市场情况来看 比亚提出海的这个售价大概率呢 也会小幅的高于国内 并不会超特别的多 简单来看一下日本汽车销量榜就会发现 几乎清一色全部都是当地品牌 轩逸 卡罗拉 斯域 凯美瑞 雅各 稳稳占据了前五 电动车在当地的市占率仅仅只有1% 几乎是一片死海 远远低于我们的27% 这组数据呢也很好地反映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向强大的日系品牌 在新能源领域几乎是毫无见数的 第二 比亚提拥有着无穷的想象空间 几年前我们秘如特斯拉来充当我们的年运 而现在 比亚提也扮演了当年特斯拉扮演的角色 别觉得我在意想天开 看一看日本对于新能源的超高补贴和扶持 当这一切都被比亚提抢走的时候 日本的本土品牌一定会大举进攻的 这也是当地政府的真正目的 根据当地媒体的调研数据 2020年的时候日本有超过一半的人 压根就没有停售过电动车 或者根本就不想去尝试它 不过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老对手特斯拉 它的市值超过丰田之后 再加上漂亮国的加持 日本涌现出了海量的特份 2021年的时候 Model 3的销量已经在当地来到了5200台 同比暴增了174% 而关于比亚提 日本当地的消费者也完全不会陌生 满地跑的纯电达巴是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交通工具 而且之前我在某网站看当地测评的时候 发现日本的消费者对于比亚提的认可深度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在测评比亚提汉的时候 很多人又惊又喜赞目绝口 甚至很期待他能来日本进行销售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把那几期节目单独的评论 摘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做一些节目 于是比亚提和特斯拉又新增了一块很重要的决斗场 日本的市场虽然不算很大 但是对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影响力是空前的 说真的我真的很想看到 如果有一天日本的消费者开始疯狂抢购比亚提 对海豚海豹圆巴斯赞不绝口的时候 那些日吹到底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而这一切还仅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的比亚提还会在陆续更多的地方有相关的布局 比亚提的全球之路已经开启 从明年开始的阅读销量解读中 我可能要单独抽出一分钟来讲一讲海外的销售情况 哎呀想想还真是麻烦呢 明年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